街道上挤满人四周全是消防车的声响 前方还可以看到有白烟窜出 孟加拉首都达卡市当地时间7号下午4点50分左右 一栋五层楼的商业大楼发生爆炸 爆炸威力强大 就连一旁的七层楼大楼也受到波及 消防人员仍然持续在瓦砾堆当中进行搜救 超过140人被送到附近的医院 而事发地点独立斯丹是一处闹区 爆炸的大楼靠近巴士站 一楼有多家小商店营业 二楼以上则是一家银行和办公室 目前爆炸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而达卡市两天前也曾经发生重大的爆炸事件 一栋三层楼的建筑物还因此倒塌 造成了三人死亡将近70人受伤 东西五个集中心综合报道